其實真的要看一下那個因素 譬如說法律方面這個因素 因為你看到其實新加坡的管治模式 法律上其實跟香港一樣以前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可能他們法律上會增加親英的那一套 其實新加坡對政治方面容忍度比較低 但是它在政治方面和商業方面的處理手法可以很不同 可能政治方面容忍度會低 但是在商業手法方面 譬如外資來做一些法律 可能會跟回西方那套的意識形態 其實你覺得香港可不可以跟回新加坡 這一套在政治的打壓方面跟回國安法 可能會比較低 但是在投資方面可能會更加鬆綁跟回國際那套 這一套可不可以行在香港? 我認為它不是這樣分 這個是普遍的說法 就是它政治一套經濟另一套 這一套也是大陸一直說的 很喜歡新加坡的一種做法 政治上是很獨裁 經濟上是很開放 但是我現在看的不是這個導向的問題 即是你政治很獨裁 你經濟很獨裁也好 你一種經濟都可以做得好 是不是? 大陸的經濟有幾何可以放過 一直都是規劃經濟、計劃經濟 沒有真的被市場說過事 所以問題是如果投資也好 你想運錢也好 是不是一定要市場說過事才行呢? 不一定的,你政府全部說過事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你做得好就可以了 新加坡以前也是這樣 這個問題不是在政治、獨裁、經濟開放 不是這個位置 而是在整套的遊戲規則 即是我們所說的制度、法律 是不是可測? 所謂可測是預測的 即是大家知道你那個規矩的時候 大家不會很容易犯法 合法的東西知道一定是合法 犯法的東西知道一定是犯法 這是很重要的 即是以前的大陸 我會講十幾二十年前 其實沒有現在的情況就是 它一直的法制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但是以前來說 我相信十幾年前的時候 它還在講人民幣國際化 還在講上海上做國際金融中心 連上海都上做國際金融中心 它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它那時候很多事情 是現在的比現在的 即是意思就是 你不會突然間有一個行業 做了一整個行業被掩蓋 你不會突然間做一整個行業 明明是昨天是合法的 今天被人說你是犯法的 現在它這樣的情況 在香港一樣發生 即是你有很多事情 你說什麼社在場上 什麼法律一字不改 你講是沒有用的 你實際上 你看到的觀察到的 就是有些人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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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越來越不可測 即是說 那個龍門 它不單可以搬 還是那個龍門 是多不少的隱形 你都看不清楚在哪個位 它一路一路 好像空間機器一樣 它一路在變的 站不定的位 你也掌握不到 你掌握不到的時候 是很難做事 新加坡 它的法例 我不相信 很多西方人會很喜歡 即是它也有很多 即是 硬硬例 或者不文明的規矩 但是問題 它寫了在這裏 就是跟著做的 那行就行 不行不行 即所有外國人 他走去做 外面的投資 譬如你由美國出來 又英國出來 你再他們而言 他走得出門口 其實在他們的心態 很多地方都落後過他的 他能夠出去 都是出去新興市場 差到去哪裡 他能夠出去新興市場 他就預料到 是落後的 是會有些野蠻的 問題就是說 你去到哪個地步 你去到那個地步 是完全不預計的 你喜歡怎樣是怎樣的 你明明上午OK 下午都不OK的 你這樣很難叫人做生意 怎麼賺錢 甚至生活成問題 你一直有這種威脅的時候 有很多人覺得 錢又玩不到 因為你看到現在 這頭 債務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你錢又玩不到 風險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就走了 即是很簡單的計算 你 你 好